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立嫁被称为大姨妈 关于大姨妈的由来 周外都是有典故的 先说我国的吧 相传在古代的时候 有一个女孩生得非常水灵 但命运并不是很好 在她还很小的时候 父母就相继去世了 于是这个女孩就被自己的姨妈收养 姨妈对她从小的要求就非常严格 所以这姑娘长大后 不仅貌美如花 还琴琴说话样样精通 这么一个大家闺秀 自然少不了爱慕者 而在姑娘众多的爱慕者里面 有一个公子 就是姑娘的理想夫婿 于是两个人开始 背着姑娘的姨妈偷偷联系 以此 这个姑娘和公子 正打算亲热一番的时候 姑娘的姨妈突然来了 姑娘就告诉公子 姨妈来了 公子就赶紧跑了 好在有情人终成眷属 姑娘和公子最后还是成亲的 在成亲的当晚 公子想着终于可以和姑娘圆房了的时候 这姑娘突然很害羞地说了一句 我姨妈来了 公子是个聪明人 一听就立刻明白了 这次可不是姑娘的姨妈来了 而是姑娘来立嫁了 但不好意思说 自己立嫁来了 才换了一种说法 这就是我国关于大姨妈的典故 虽然故事不错 但大姨妈意思是现代才有的 所以这个典故肯定就不是真的了 说完了我国的 再来说说外国的吧 故事发生在美国的一个小镇上 玛丽因为来立嫁肚子疼 就去找老师请假回家 老师问到原因的时候 玛丽就说自己 UNTI意思就是立嫁 但UNTI和姨妈的读音本身就非常强 再加上玛丽因为肚子疼了 说话都颤音 老师以为玛丽的姨妈来了 玛丽想要回家看姨妈 当其他的老师看见玛丽 捂着肚子回家的时候 就问玛丽的老师玛丽怎么了 玛丽的老师就说因为玛丽的姨妈来了 玛丽要回家看姨妈 等到玛丽第二天再去学校的时候 同学们都去问玛丽关于她姨妈的事情 玛丽被问了一头误语 说自己没有什么姨妈 后来玛丽才弄明白这原来是一个误会 自己说的是UNTI 但老师误以为是MTI 真的是让人哭笑不得 和我国的典故相比 美国的这个关于口误的故事 好像显得更加真实一些 不过大姨妈这个词究竟是怎么来的 我们还是不能确定 这些故事就当做是消遣 你们来听听好了 孧玛丽�